可能我感触最深的 大概就是这个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工作人员 他一直在强调 这个视频是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可能我就可以进行约谈 我约谈就没有毛病 如果不是真实的 可能我约谈就有问题 或者说可能我就不会再有 其他的一些什么处罚措施 但是从我律师的角度 因为所有的事情 肯定都要中证据 首先我们要看 因为已经有视频了 从视频当中能够对比出来 整个这个所有设备设施的摆放情况 同时那个视频当中 还能够很明确的看出那两个人 无论是装束 包括发型 包括长相 基本上都是跟我们记者 今天现场采访那样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真的说 除非这两个人都分别有双胞胎 可能不能证明那是真实的 否则的话 真实的应该能占99%以上 我觉得也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作为这个工作人员 还在一家强谈说 你应该把各方都叫过来 都要对质 然后再能确定这个事情 到底是真的假的 其实我个人 我就说我从律师的角度 从证据的角度 我觉得有视频了 已经能够对比出来了 那么真的就是应该 好好的去管理 跟我们每个百姓息息相关的 这个食品安全卫生 这个确实是 这个证据其实基本上 咱们能看到基本成立 因为尤其是那两个人 如果说单纯的 你从这个消毒的柜 或者是那三个柜子 就是这个是当时洗肌肉 然后那个柜子又捞出来 放在这 然后还有一个蹲布 大家笑呵呵的 因为他给的是一个 很正面的一个 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 正好只能拍咱们 又问他们到底怎么样 所以从那个 设备设施的摆放情况 和这个人的高度相似的 这个情况 真的已经能够证明 这个其实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这个美食城的里边 那个负责消毒这个人 最开始 因为我也看前面的内容了 他真的是明确的说 这是我看了 这是真实的 我已经对他处罚过了 他承认了 对 然后到后期了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他又足够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又说 我没有在现场 我没有亲眼看到 其实我们说 不是说你不在现场 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了 因为你是通过 可以事后的调查 去还原 当时到底发生过什么 所以这些个调查笔录 其实也都可以 作为证据的 没错 还有一点 就刚才有这个 视频里边 朋友说 比如说他们之间 商户和这个店铺 之间有矛盾 然后报了 但实际上这是两个问题 它是这样的 就是无论是这个商户 跟这个比方说 这个上岛美食城 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 纠纷 或者有什么的矛盾 它并不影响 你提供食品的这一方 要按照食品 卫生管理法 就不一定 你要提供安全卫生的食品 或者是用具 给我们用餐的人 对啊 这个是一个 跟老百姓关系到 这个吃争利的一个 要说这些年啊 说实话 咱们老百姓 真的特别注重 这个食品的安全问题 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说我可以带筷子 我可以带勺子 这个东西小 我不能背着盘子 背着把我去 到这种地方去吃饭 你这样的话 让我们百姓 就是出行起来 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了 就幸福指数 就已经特别低了 对 可是你要不能保证 你吃的这种安全的话 你说还有什么东西 比吃是更大的事